他們常常在撩女生的時候 就第一句問說 你會乖乖的嗎 什麼叫你會乖乖的啊 就是 我跟你又不是男女朋友 乖乖乖乖乖乖 陸涵走出來我嚇到 陸涵 我們就 at陸涵好不好 他自己也知道 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吳什麼 不是吳奇隆啦 差遠啦 怎麼會是吳奇隆 就是要會 真的要玩 絕對不要碰 小明星 網紅 對 model 粉絲 所以你看喔 過去啊 吳亦凡啊 他們常常在撩女生的時候 就第一句問說 你會乖乖的嗎 什麼叫你會乖乖的啊 就是 我跟你又不是男女朋友 乖什麼東西啊 就是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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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棒 白話叫做 女朋友搞病嗎 粉絲通常多數就是 已經先示好了 所以他們只要再往前一步 粉絲就會上你了 再靠近一點就讓你牽手 對 再靠近一點 這靠近一點就讓你牽手 其實裡面啊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誰 你知道嗎 是 吳美族 吳美族才18歲 他短短半年 把一個人送去檢討裡面去 不好意思 李靖蕾跟王力宏 王力宏到現在還在外面呢 狗仔他賭他也賭不到了 吳亦凡真的是沒有看到後續 沒有看到ending耶 沒有看到終點耶 他現在就被關起來啊 他現在被關起來啊 而且他射擊是很嚴重的 對 強姦罪 你知道強姦罪有多嚴重嗎 強姦罪在牢獄裡面 是頂級最低最低的 而且欺負最慘的就是強姦罪 不只能唱能演 外型帥氣的吳亦凡 也是時尚界寵兒 近來卻被網紅爆出醜聞 重挫聲量 吳美族爆料 涉嫌社群誘騙未成年女性 風波越滾越大 現在不只北京警方出面處理 人民日報也發文痛罵 外國籍不是護身符 名氣再大也沒有豁免權 真的是一語成谶 34個大陸男星吳亦凡 因為被網美都美族爆料 涉嫌性侵未成年少女 7月31號被北京朝陽警局刑事拘留 而8月16號晚間正式被逮捕 在朝陽看守所的官邀人員 每天都可以出去望風 不知道吳亦凡每天望著天空 心裡都在想些什麼 拍下大陸男星吳亦凡正在被關押的朝陽看守所 吳亦凡遭到刑事拘留 16天後被檢方批准逮捕 律師曝光他看守所裡的生活跟環境 吳亦凡進去後前三天要被監規 到第四天出查背送 如果背不出來就會被安排洗 律師透露慣洗工具都要自己付錢買 也說外界好奇的刑期根據罪名無法準確的判斷量刑 根據過往的經驗他會被關上五年 大陸四大影視行業協會 像是中國演出行業協會 中國電影家協會等 也強調絕不為違法的藝人 提供出境發生機會 無意反遭到全網封殺 跌入谷底的形象 恐怕難以輕易挽回 他是很韓團的EXO出道 對 EXO總共有少 這個大陸男星 我全部都拍過 我覺得行業最好的是張藝兵 在狗仔的審核來講 他的形象裡面是很正面的 那陸韓就不太一樣了 因為陸韓其實我們收到很多小道消息是 大家的傳言說 他好像已經有小孩子了 那這件事情 在大陸的媒體上面也爆料出來過 那沒有證實 都美族厲害的地方是 他短短的半年就把吳玉凡中進牢了 而且他當時也講過 吳玉凡是說 如果說今天如果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自己就會中進牢了 結果一時停歉 他就已經進去了 真的很快 來自於媽媽的爆料 以及朝陽群眾 他們就是一個大媽 然後大叔 他們就組成一個群體 然後他們就會微信說 我今天看到誰 我剛剛什麼之類 媽媽的事情有多厲害你知道嗎 我曾經有個案子 之後我中國的老闆左衛 他跟我說 小哥 你去美國一趟 胡哥聽說在那邊念書啊 你去把他找出來 美國這麼大 胡哥在那邊念書 我怎麼找出來 我告訴你 我一個禮拜真的找到他了 就是媽媽群組 不只胡哥被挖出來 還有誰被挖出來 你知道嗎 香港最帥的男星 你心目中 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吳什麼 不是吳其龍啦 差遠了 怎麼不是吳其龍 真笑耶 怎麼就是台灣人啊 吳彥祖 吳彥祖啦 對啦 哎呦對 你好棒 他們都講了 吳彥祖那個時候 常常早上都會 送你了去學校 開著長篷車 媽媽看到的時候 就很帥很帥 就會想拍照 所以你知道 那個媽媽的群組 比長篷大媽那個 還要厲害 重點喔 那邊是 各國籍的 你知道他的 最大問題在哪裡嗎 最大問題 就跟王力宏一模一樣 王力宏寄了 一個簡訊給 李建磊 對 說你只要說你是 神志不清的時候 講這些句話 對 我的吳彥祖就給你 當時吳彥祖也是一樣 他們有一個協議書 給你兩百萬 這件事情 就當作沒事 你吳彥祖工作是前一天 還說 敵對這個人 要做訴訟了 已經提告了 他還就是在那邊 放話 到底要什麼毀謗啊 對 他要毀謗 後來說 他是為了趁流量關注幹嘛 但是 吳彥跟兩百萬 這個價值差很多了 對 這沒錯啦 這沒錯 吳彥凡說真的 在台灣的媽媽 可能不知道 台灣媽媽比較喜歡陸涵 老實說 陸涵我看到他 其實就是一個小弟弟 因為我跟他交手過 在日本交手過 但是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拍他的時候 他過來打我鏡頭耶 他很兇喔 他就說你幹嘛一直跟著我 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喜歡你啊 然後他就 啊 你喜歡我啊 他整個腳軟 你知道嗎 沒辦法 因為我是粉絲嘛 他就讓我繼續跟 我敢不可信 那個時候啊 我其實不是跟陸涵 我在跟誰呢 我在跟 迪利二八 迪利二八那個時候 跟陸涵正在傳緋文 我告訴你 兩個人竟然住 第一家酒店 哇 我跟你說 在兩天前 從香港飛到日本去 東京 香港的第一組人 跟到陸涵的時候 就一機掉了 為什麼 因為陸涵那個時候 從機場一下來 他的工作人員自己 幫他買好高鐵票 就進去了 所以 香港他們完全不知道 他去哪一站 我跟了迪利二八 所以我們就決定 在他的飯店外面 首頁 就直接睡在車上就好了 隔天10點 你知道誰走出來嗎 陸涵走出來 我嚇到 陸涵 這個也遇得到 會太誇張了 在日本耶 他說 你幹嘛一直跟著我走這一條 我說 因為我車就停車旁邊 他說那你先走 結果他助理就跟我講一句話 滾 你知道他助理講這句話 滾的時候 我整個就火了 結果就 把帽子都脫下來 我就直接腿過去 陸涵你很緊張啊 他馬上就說 嘿嘿嘿 沒有 誰也別動手啊 不准動手啊 他跟他助理想不能動手啊 你也別動手啊 他很緊張 你知道嗎 他說 他不對 我馬上跟他道歉 他直接叫那個長輩 他長輩是他助理 跟他道歉 他馬上就是 換一個臉 對不起 90度的鞠躬道歉 他那時候問我說 你們到底是哪一家的 因為他已經認定我就是國宅 我們說 我們就是台灣的媒體 那你幹嘛要跟我 我說 我其實是沒有要跟你 因為就剛好 你住 飯店裡面住了一個大咖 他馬上講誰 你知道嗎 你說熱吧 我嚇到了 你知情 迪迪特拉 竟然跟你住在同一個飯店 那表示你們是有在 通訊息的 這個緋魂的可信度很高耶 他有那麼單純嗎 他就直接 我跟你講 那個他有影片 都有錄音錄音下來的 我說不是啦 不是啦 就台灣最大咖了 他迪迪特拉說 周九仁 他就很開心 周九仁 我說啊 這個知道就好了 他說 他在哪一間房間啊 跟我講個像 小粉絲那個小路亂撞就衝出來了 我們這個播出之後 那個微博上傳 我們就 他自己也知道這件事情 我覺得 你知道他那時候還不斷跟我推銷一件事情 就說 我有寫一首歌給狗仔 你聽過嗎 坦白說我真的還沒聽過 他有說 他很崇拜了周杰倫 所以周杰倫當中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覺得很酷 所以他也做了這件事情 一模一樣的事情 他在寫一首歌給狗仔 原來是有點醬 所以那個周杰倫算是他的啟蒙啦 好不好 對 我想能把我抓住 瞬間在你眼前 消失就像魔術標準 接下來要講這個是一個前任的復仇 導致這個韓星金軒虎崩壞大反轉 但是比較讓人家覺得好奇的是喔 這個金軒虎本來以為他害了前女友就是 躲胎拿小孩然後氣小孩不顧 結果想不到事實不是如此 韓劇韓岸村恰恰才剛播出大結局 金軒虎一幕前申請暖男形象 跟聲明兒組成一幕CP 擄獲不少粉絲的心 不過戲才剛演完 金軒虎就被爆料形象差很大 最近網路上出現一篇6800字的爆料文 標題寫著外型善良大事K性男演員 騙婚勸又墮胎 儘管沒指名道姓 但是有韓國娛樂圈記者點名 K性男星就是金軒虎 指控他讓前女友懷孕卻辜負女方 兩人2020年初交往 女方去年7月懷孕 金軒虎怕小孩影響事業 借口說要賠9億韓幣廣告違約金 要求女方墮胎 還用精湛演技答應兩年後結婚 明年準備同居 讓女方同意墮胎 手術後只會了200萬慰問金 相當於台幣47000多塊 態度也轉變 最後以電話單方面提分手 不過現在案情大逆轉 韓國媒體滴社爆料12項女方扭曲的事實 兩人從去年3月開始交往 女方3月抵臺坦承自己有過一段婚姻 後來金軒虎因為女方反覆說謊 隱瞞和男生見面的事 曾經在7月提分手 女方盜竊雙方複合 後來發現懷孕後墮胎 金軒虎煮了兩周的海帶湯 更向父母介紹女友 而今年1月被匿名爆料 男方出入女方住處 爆料人疑似就是崔英雅 今年5月兩人再分手 韓國第一社公開爆料金軒虎 與前女友崔英雅的聊天截圖 去年7月24號 崔英雅就確定懷孕六周 當時金軒虎還說不論發生什麼事情 她都會負責 讓崔英雅相當感動 事後崔英雅決定要墮胎後 金軒虎也說到底要不要小孩 我很苦惱 但是拿掉小孩後 我又會很擔心 這是崔英雅則表示自己也想多談戀愛 等到準備好再懷孕會更好 金軒虎甚至還提出結婚 讓崔英雅相當感動 聊天截圖與第一時間爆料似乎不太一樣 而韓國娛樂記者李正浩 更拿出影片加碼控訴 只見影片裡 崔英雅與其他五六名男性 隨著歌曲擺動超級嗨 李正浩表示 影片時間點位於崔英雅墮胎 四個月後的凌晨 崔英雅當時違反了 既周到防疫規定 甚至也被踢爆 三中內帶不同男生回家 在AA頒獎典禮 聯讀兩個人氣獎 演出韓岸村恰恰 人氣暴漲的三十五歲 男韓演員金軒虎低調 沒有出席領獎 他跟前女友的緋紋 導致形象大傷 神引一個半月的她 首度發聲 曬出AA獲得的獎項照 公司人員代替金軒虎表示 真心感謝大家給予獎項 會努力以更好的模樣來報答 這個女孩子呢 聽你吹嘛 就是吹女 她當時呢 其實跟金軒虎交往之前 就已經有一段婚姻了 那時候金軒虎好像不知情這件事情 蛤 她不知道 就因為她們當時在離婚的時候 要走離婚官司 這段空窗期 她的前夫 那個時候是搬離的那個家 那這個女孩子呢 當時就怕說她前夫回來的時候 對她二言相向 裝了監視器 所以沒有拍到她老公前夫回來 但覺得拍到了什麼你知道嗎 拍到她一個月才三週 帶了三個不同男生回家 重點都在同一個沙發上 發生了一些 男女之間 比較超越的事情 那那個時候怎麼會知道的 因為有一天前夫回來的時候 發現家裡怎麼多一個監控啊 結果發現監控旁邊有硬碟啊 結果就把她硬碟帶回去 你會好奇嗎 我不在家這段時間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一翻下去不得了了 她那季的前妻跟三個男孩子 其中兩個孩子 她那時候說啊 說是牛郎啊 她有一個男孩子是 她曾經的金主啊 為什麼金青五會按上這樣的女孩子呢 沒想到 這個女孩子 她的一貫手法 就是裝可憐 有點撒嬌 那當然啊 男孩子愛的時候也有撒了一樣 只有撒了之後嘛 這幾名渣男裡面 我們不要講渣男 這幾名出世男裡面 常常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做了又不帶套 然後吳亦凡也是 這邊把人家用懷孕了 這個金青五也是 懷孕之後 她並沒有給她一個應有的補償 因為當加上說 當時金青五呢 其實她正在更熱的時候 最火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她就有講啊 我不能承認這些東西 那這件事情你就自己去把它解決掉 如果我陪你解決我被拍到的話 我要賠七億 其實金青五她還是很想要跟這個女生 繼續交往的 對 但反而是女生自己是決定協議 不想要這個孩子 對 然後也有反而用一些情緒啊 然後一些金錢上的威脅 所以反而金青五是 可能在這幾個案例裡面 男生的形象有稍微回來一些的 她應該說是完全回來了啦 對啊 因為其實她的戲的邀約 重點是 她本來是拍電視劇喔 不好意思 人家現在是拍電影啊 金青五她唯一跟她以上的男孩子 不太一樣的方式說 這個金青五呢 她當時被女孩子 劈爆出來的時候 她馬上出來 承認錯誤 對對對 這個是有尬值的一件事情 有 有這件事情 對那我道歉 對她就道歉 她知道她道歉 這個代價有多大嗎 就是那個七億 是 七億變成五十億 對啊 所以道歉多重要 道歉真的很重要 道歉很重要 我們現在新的一年 2022年 我們還期待一個人道歉 誰 看我們哄紅會不會出來道歉 我們也萬眾期待啦